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 这两天听说了航空母舰下水的消息 咱看现在这航空母舰长的都是一个模样 都是一块这种又长又宽的甲板 然后甲板上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舰岛 那这个呢,是当代航母的主流外形 不过航空母舰呢,在有这个外形之前 它可是经过了一系列的那种骑形怪状的设计 差点啊,把这个设计思路给带跑偏 在航空母舰刚刚诞生的时候 它还只是个辅助舰种 执行点什么侦察呀,救援呢,这些任务 战场胜败,要靠巨舰大炮去完成 1922年,五大列强签署限制海军军备协定 那各国主力舰的吨位都进行了限制 于是呢,就有人动了航母的心思 条约第二年,英国维克斯公司的设计师 乔治、瑟斯顿爵士就提出了一个想法 既然条约对主力舰的条条框框限制的太死 那就建造一种新军舰吧 有炮塔,有飞行甲板,能带40架飞机 如果谁说我破坏规则的话 我就说这是航空母舰嘛,不受你战略舰的限制 不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英国整个国家的精神其实都趋于保守 那瑟斯顿呢,他在舰船设计的一个圈子里也没什么权威 因此主管部门啊,就把这种离经叛道的设计方案 当成了擦屁股纸 再加上没过几年,这几大列强又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 明文规定,你不许为战略舰加装甲板 因此瑟斯顿的如玉算盘最终是没有打成 列强中啊,只有日本、利根级、大殿级 装备了弹射器和飞行甲板 能带的飞机也都是侦察机,没什么攻击能力 当然了,此时呢,这个美国、日本的战略巡洋舰 也有改成航母的,像这个美国的列强星敦 萨拉托加,日本制成加贺 他们最开始改装的时候都保留了大口径的舰炮 但是后来发现特别不好用 飞机起飞的时候,这舰炮碍事 那火炮开炮的时候呢,飞机又碍事 于是干脆啊,就把舰炮给拆了 省下的空间全用来这个安甲板放飞机 等到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打完 日本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全都为了亡 为了补充这份损失 日本的军工部门和海军决策层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1942年12月份 他们把一世号战略舰进行改装 想把这个整艘战略舰的 虽然是都改成那种全甲板的航母 但是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难度很大 工期呢也很长 再加上这个日本内部啊 他是仍然相信巨舰大炮能解决问题 所以一世号只是局部大改啊 这个局部就是啊 通那个局 就是舰尾的两座这个双联装的炮塔拆除 铺设了70米的飞行甲板和弹射器 甲板之下是弹药库啊 改造成把弹药库改造成了机库 能搭载20多架飞机 不过因为啊这飞行甲板不够长 一世号呢 他没有飞机回收的能力 只能是呃 这个飞机起飞之后 只能是降落在陆地上 或者是降落在其他航母身上 这样一来 一世号就更像一艘一次性航母 不过就算这个一次性也没发挥出作用 因为战争后期 日本飞行员死绝了 连航母上的都不够 更不可能云给加列舰了 莱特湾海战的时候 他虽然是和航母机动部队 一起参战 但是没有放飞过一架飞机 这种飞机加重炮的设计 其实德国人也特别喜欢 两战之间 德国海军寻扬作战的思想占主流 认为德国一切大型舰领 都是拿来打破交战 消灭英国运输船用的 所以德国在设计航母 齐柏林伯爵号的时候 它的定位其实就是载机巡洋舰 在跟英国海军 护航的舰队接触之前 载机巡洋舰先用舰载机 去驱逐那些来袭的英国飞机 避免这个德国的那种破交舰队 提前遭受损失 等到交战的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这航空母舰自身的舰炮 去解决问题 因此这齐柏林号有8座150毫米舰炮 还有35节的高航速 但是牺牲了载机数量 3万吨的排水量只能带43架飞机 那不过随着这40年纳尔维克海战 德国损失10艘驱逐舰 41年比斯曼号又被击沉 齐柏林呢 等于是它的护航舰艇损失都差不多了 它成光杆司令了 因此军舰的设计建造计划也被叫停 后来德国还提过一个大型航空巡洋舰的方案 5万吨的舰体要塞6门283毫米的舰炮 和80架舰载机 这个时候啊 德国已经行将就木 他们自己连坦克都造不出来 更别说造这个 因此这份方案呢 就跟齐柏林号一起 被苏联缴获 苏联收获这份方案之后 一直被封存 等到古巴导弹危机期间 这苏联人才意识到 美国的核潜艇远在千里之外 就能朝我发射导弹 而苏联的主力 鱼雷艇 暗基航空兵 一点折都没有 在那个年代 最有效的反潜工具 是直升机 于是苏联开工了两艘莫斯科级直升机航母 也叫直升机巡洋舰 它的设计就参照了德国航母的思路 一半搭载武器 一半装飞机 那七八十年代又一部建造了四艘 基辅机航空母舰 它的特点也是一半空间用来放飞机 另一半空间是放武器 这种设计啊 其实非常影响舰载机的性能 它只能搭载垂直起降的亚克38 这种飞机呢 航程短 在天上只能飞一个小时 故障还特别多 根本不是那些西方战斗机的对手 也就能欺负一下他们的反潜机和直升机 不过这已经是当时苏联那个年代 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八十年代 这西方的军事小说 像明斯克出击 猎杀红色十月 很畅销 那里边这苏联军舰的那个最终boss 全是这款航母 不过西方这些作家呀 写这些小说 真是纯属启人忧天 小说里边这航母 在现实里没起到一点的作用 四艘基辅级有两艘 在中国现在当公园时 用现实的遭遇告诉人们 穷兵独武 嘿 就是这个下场 在八十年代末 苏联建造了库兹涅索夫号航母 虽然它呀 外观上是标准航母 甲板上都是跑道 但本质上也是个载机巡洋舰 因为它的导弹发射筒和弹药库都在甲板下边 库兹涅索夫的排水量和尺寸 是同时代美国的小鹰级航空母舰的八成 但舰载机数量只有后者的一半 因为装飞机的空间都拿来装导弹了嘛 说白了 苏联这么做呀 就是对自己的舰队和飞机的性能没信心 所以才多带导弹啊 这才有安全感 其实这么做的结局是似不像 这艘军舰呢 当宣洋舰 这体积太大 太笨重 当航空母舰 这飞机这个 不够 战斗力也拉胯 苏联海军在八十年代 他做过一个图上推演 就猜想 库兹涅索夫的航母战斗群 跟小鹰遭遇 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结果是库兹涅索夫 使出了浑身解数 但是因为飞机数量太少 在空战中啊 就跟美国人拼光了 根本没有能力去打美国航母 而等到美国人反击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飞机提供足够的空中保护伞 那 船上这点防空导弹呢 根本不够用 最后航母的结局 只能是被美国人分而实之 那相比之下 美国呢 只是在空战中损失几架飞机 它那个小英号航空母舰 根本就是连油漆都不带掉的 那苏联人意识到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推演呢 尚且这么悲观 那现实中如果真碰上了 后果可想而知 眼见得如此 这苏联海军又建造了乌里昂诺夫斯克号 不过他呀 就是没装这些什么杂七杂八的武器 终于是和主流的航母比较接近了 只不过呢 到了太晚 舰体刚完成五分之一 苏联就没了 实际上同时代 美国在航空母舰上也有偏门设计 时任海军作战部部长 朱姆沃尔特上将 就主张建造一批制海舰 排水量一万吨左右 可以搭载几架垂直起降飞机 能给舰队提供反潜掩护 因为他的造价呀 也就是尼米兹的十分之一 打沉了也不心疼 不过当时美国财大气粗 看不上这种小玩意儿 这个思路呢 反而是在国外获得了认可 那些个想要航空母舰 又造不起大的 就造这种制海舰来解馋 像西班牙 意大利的航母设计 都参考了这一思路 就连泰国也是跟西班牙下订单 参考这种思路 然后建造了世界上最小的航空母舰 查克里王朝号 不过这股潮流啊 只维持了二十多年 2013年西班牙为了省钱 让这个他们的航空母舰 阿图里亚斯亲王号提前退役 泰国那艘呢 也是常年留在港内不出门 归根结底啊 这种制海舰是反潜用的 要是当旗舰样样都管 那实在是不堪重负 其实这些这个奇葩航母的设计啊 归根结底是实力不够 或者是缺钱 或者是缺技术 所以才想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法啊 来鼓起差距 这些传统主流的设计 其实都是就是经过时间的考验 打磨出来的 那改革非主流 最多是能满足一时之躯 到最后啊 还是人家经历了实践考验的主流设计 才能证明谁更实用 那好了 关于航空母舰历史上的奇葩设计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亭队长 每片胡思乱想 好